现在出街除了一部手机之外 一只蓝蓝耳耳耳机 相信都是不少人必备的电子产品 如果想方便的话 多数人都会找到Earbus 对声音有要求 或者会考虑大单元耳罩式耳机 早前受到model的邀请 他吃了一餐晚饭 当日发布了几款伏古风音乐产品 其中Duel Drive和Overear 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贵$100的AMD Edition 竟然在音质上有点不同 所以我就借了它回来试一试 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按下小铃铛 大家好,我是Van仔 话说上星期我去了日本几天 当然是供器私用的AMD版来听听 其实上星期不论是香港也好 日本也好,最低温度也很低 日本那边甚至低至2度 所以这耳机就真的比我当正,觉得耳罩有用了 Duel Drive Overear分别有黑色、透明和米灰三色 而金属灰的AMD Edition是近期才推出的 如果这耳机有一个卖点就当然是它的外观 透明版绝对是四颗色里面最搶眼 可以看到耳机单元的内部结构 再加上机身右边有类似卡式收音机的推键和转扭 就明明是想sell懷舊风了 说真的,设计是挺有心思的 因为手感特别之余,其他耳机上也很少见 Anyway,买得这些耳罩式的耳机,当然是想去音质好些 规体上耳机会用到双单元的设计 两边内藏40-10mm的单元 频率都是标准20-20kHz 所以不论是iPhone还是Android机,差别不大 自己耳机的蓝牙5.2可以同时连接两个装置 适合有两部手机,或者接触电脑手机商用的朋友 除了蓝牙,机身上还有一个3.5mm头 可以当作右线耳机使用之外 而机身用来充电的USB-C介面也是有惊喜的 它竟然可以当成一个USB耳机使用 这里是要加分的 不过它跟机的USB线就没有data,只是充电而已 所以都要留意一下 至于电量方面,官方就说它可以用到45个小时 基本上我去日本那几天大概用了15个小时 但回来的电量仍然有60% 所以电量也准 而且耳机长开着模式5天的底下 它仍然有电,真是不知道它有什么玩法 说完基本规格,当然也是说一下声音 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到一般版和AMD Addition的声音是有分别的 这里有点点要澄清,因为AMD不是我们电脑砌机的AMD AMD Addition是同一个运动员合作的版本 我估计最初应该是因为想带得舒服才做网面的头战和耳罩 谁知就是因为透气的耳罩,结果令音效通透了、自然了 对比普通版的蛋白质皮,那种小小好像落了Disco的感觉 就变成了两种不同的效果 不过相对地,Bass的质感会薄弱了 同时还会有声味的流音 虽然Dill Drive也有APP可以调音效 但整体的作用就不算太大了 所以买之前就记得去试试 至于AMD Addition的音效,我是挺喜欢的 这里有提供我说说一点点 其实AMD Addition出了之后 官方说会出一对独立的网面耳罩给普通版用 有兴趣买透明的壳,又想配网耳罩的话 那就可以再等一等 最后也跟大家试一试咪的部分 机身有双咪加ENC降噪 不过一般用都足够了 Testing testing,这个是Dill Drive Over Ears AMD Addition的录音测试 测试大致上来到这里 当然有点个人感想就给大家了 Model Dill Drive Over Ears 我第一眼看上去就已经猴住了AMD Addition了 它的外观给了一种复古得力又很grain的感觉 而且挺意外,重量只有270多g 配合可以活动的单元 戴上头的时候更加贴面 同时又做到不错的隔音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没有ANC和Hi-Res 有完美就真的完美了 介面这么齐底下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玩到 整体而言,如果大家不在乎ANC和Hi-Res Dill Drive Over Ears的AMD Addition是一款不错的头戴式耳机 如果价钱便宜一些就更好 这次的影片就来到这里了 对这耳机有兴趣就自己去看看哪里有demo试试 觉得这条影片帮助就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出去吧 最后也多谢各位课间会员 让我试试拍多些不同的视频 去上到10万订阅啦 VG有不同的级数等大家支持 每日都可以开心、散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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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我是Man仔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拜拜! 拜拜!